指示聲 一閃一閃的 再來是管關背心 這是必須要的 因為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遠遠的路管 用戶人 進行車的駕駛人 遠遠開路管的時候 會很明顯的看到有人 在那邊做交通保護的動作 他也不會再 很加速的 去往前衝 還有一個就是指揮棒的部分 指揮棒 通常我們是用來擋車 或是說指揮 我們這些吸氣車 要停在我們邊 因為晚上的時間 他也提到我們電視說 我們能在哪裡 跟我們要請他停的一個方向 的部分 那哨子 通常我們不會再配那個哨子 那這個哨子是分一 因為有時候哨子就是說 我們要告訴對方 現在是什麼狀況 我們用哨音來警示他 這個 是看大家的需求 有這個需求 如果有的話 那他們是對 因為就是一個 互相交入的作用 那我們導步的時間 通常我們 是在8點 晚上8點的時候開始 那 我們導步的部分 會在7點45 7點45分就就位 因為到8點的時候 會有陸續的人來 但是我們大概都是7點45分 開始做打步 那到 上課的時間 是8點的時候 所以我們通常會打步到 晚上的8點10分左右 那下課的時間 是在晚上的9點20分 就會陸續的人下課 那我們通常就是 9點半下的關係 那我們通常在9點20分的時候 我們就會就位 那可能就是保護到 9點45分的時候 那正如剛 早上我們觀眾所講的 很多家長 他可能到10點才不離開啊 所以我們可能會一直在 因為我們是要眷保 所有的家長 跟小朋友 不夠安全的離開 東朝我們大概會站到 大概這裡 就是看所有的家長 離開了 我們才會暗示的家庭 來這樣子 哦 哦 安安 很棒很棒 那這邊 有幾個導步的概念 我想跟各位 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進行導步作業的時候 我們會把三角圈放在 距離我們土地拍 那個 紅綠燈 哦